梁文音回味三年发片?葡萄牙寻找 梁文音推出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 她在前年完成终身大事 从过去的独立小女人到现在牵起另一半的手 坐在副驾驶座欣赏人生美景 她婚后不仅心态便自在 就连看待事物的视角都不同 今年是梁文音出到第十年 她经历成长 连歌唱方式都蜕变 文音喜悦地说 现在我在这样的状态 相信对于歌曲的诠释能更加透彻 唱片公司封她为大人戏情歌歌姬 希望她能持续散发优雅 成熟的知性魅力 梁文音为了专辑视觉照远赴葡萄牙 特地选在位于世界地图最西边的里斯本 罗卡甲取景 也代表祝她告别过去 展开未来人生的新开端 梁文音 梁文音 梁文音乐 她男演兴奋唐道 我其实最怕冷 这次到葡萄牙之前最担心天气 而她光搭机及转机的时间就花了二十多个小时 一抵达里斯本随即进行拍摄工作 形成相当紧凑 团队选在尔末修道院 贝伦塔 辛特拉 发现着纪念碑等知名景点取景 为了搭配造型 文音每天都穿着高达十二公分的高跟鞋奔波 加上里斯本的地形为丘陵地 让她忍不住笑喊 我也好想穿着球鞋 我应该是全里斯本唯一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女生吧 她竟也完成拍摄 最后一天竟发现连鞋跟都已被磨坏 而她连续多天拍摄都碰上雨神角局 据当地制片透露 本来都要陷水了 文音真的是幸运女神 把雨水都带来里斯本 同事则准备了暖暖包 及当地知名的波特酒 要让文音郁寒 为把握时间拍摄 她每天清晨四点就起床书画 狂喝黑咖啡要消水肿 静夜地上工为减工作兴致 她在衣服里贴上暖暖包 甚至边拍照 边唱歌只为让身体更温暖 有天还发现每杯被暖暖包烫伤 直到晚上收工才发现 直到晚上收工才发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